看一下,如果假设我今天不是按照找到的顺序 因为我现在是找到,就,不要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就把这个放到第一个 所以它变成说,找到小于等于7,就放一个 可是这样子好像没有办法符合我们要的这个顺序 如果我今天希望这个是第一名放的 所以第一名,假设是应该,第一名好像是39吧 那如果我今天按照顺序排的话,先找到第一 然后放在第三十,放在这里好了 那这样怎么做,其实方法很多啦 我本来原来方法一的想法是说 我先让它找第一名的,找到就放在这里 找第二,找第三 这样子当然也没有问题啦,可是写出来的程式 好像没有第二种方法来的精简 因为后来想一个方法说,那我不如 就是把,假设我找到7 那就把这个12号呢,放在 它这个7,7的话应该是放在 这个第一列已经用到了 所以应该是把它放在第八列的位置上 所以等于是说呢,它的位置向下挪一个 等于是,如果当它这个是数字7 那就放在第八的位置 如果是它是第二的话呢,就放在第三 放在这里 123,对 一时类推,那这个程式该如何改 其实哦,只要改动刚刚刚的地方 只要把这个K,我们其实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按照顺序的话,第一个啦,不用K 所以哦,反而更,那只是说呢,最难的地方在这里 这个K的位置哦,我们直接把上面的这一个 有没有,那这个指的是什么呢,将来如果找到的 比如说往下找,找到7哦 那应该是放在第八个 把这个资料放在第八个位置 所以呢,我直接把这个复制放在K的位置 那这个时候就变成F蓝的F7 可是我不是F7,我应该是放F8 因为往下放一个,所以加1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你会发现哦 如果这样子改完之后哦 它以后呢,就按照它是第几名 的下一列,因为我们这边上面会多一个标 标题列啦,所以 的下一个就帮我放过来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这样的程式就改完了 那你会发现这个是第一名 第二名,这应该是第三名没错啦 28,我看28,这个28没错 它就会按照它应该放的位置去放啦 所以哦,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啦 就是说呢,找到的位置7 它的名次,它的排名把它加1 刚好就第八列的位置 OK,所以这样子来改写哦 反而改完之后呢,按照顺序之外 程式好像似乎呢,又更精简 所以关键的地方呢,就是把什么 把刚刚的k去掉,改成这个 它的名次加11,就是它的列 OK,所以这样来改写的话 让这个程式感觉就更按照我们要的 这个顺序去做排列 OK,所以这个今天的这个练习 主要就是说,我们先把这边清除掉 然后呢,再把资料搬过来 并且做格式化 然后格式化不满足 我们就用这个按照名字做排列 不过这边好像还是一个地方 可能还可以再更好清除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清除 感觉好像有点slow motion,慢动作 那主要原因,就是我刚刚之前讲的 如果你是整个范围的清除的话 那建议还是什么 把这个资料还是把它注解掉 前面加单引号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用range 不然的话呢,它会清除的话 就是一个一个的清除 那如果说你要全部一起清除的话 那你就用range 那范围就跟他讲说 那我要从哪个地方呢 从B2 到1的43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清空 清空其实最简单就是等于空字串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应该会快很多 我们来试一下 输出 然后清除 马上清除 所以这样的话其实相对会更完美 OK 那更完善 然后前七名列出来清除 就完成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把这个地方先完成到这里 那再来的话 最后我们要延伸到所谓的网路爬虫 因为如果我今天不满足101年102 我希望能够抓更多 因为乐透彩后来改成叫做大乐透 那大乐透资料一直到现在它还在开讲 它的规则变更最大第一个 它的号码本来42号 它改成到49号 其他部分规则都一样 所以如果我今天 假如希望能够再抓到什么 大乐透全部资料的话 那当然我可以再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比如说我希望抓大乐透 那当然可能也不需要全部抓 如果你刚练XH你先抓部分 那慢慢最好是可以全部抓 那统计一下1到49号哪一个号码出现的几率最高 那这个资料的话 各位可以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大乐透资料 这个历史资料这边有一个下载 那如何下载 首先的话你们可以点击进来 可以看到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的话就乐透云 基本上它这个乐透云的网站 已经帮我们把所有的号码都列出来 每一期从最新的6月4号一直往下 然后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一直往下 到总共有63页吧 第一页这个到第63页点击63页 63页的话等于是第一次乐透开奖 2004年等于103年103年的1月5号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一直开到1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抓取网路资料的话 该怎么做 当然以前的做法不外乌是选取副字贴上 选取副字贴上 那当然这边总共63页 那里面要复制63页 贴上63页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最好是一个程式执行 全部资料就下载下来 这个就等于是网路爬虫 那如果你有想要这样做的话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观察一下 当我点选那个上面这个地方的时候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有一些变化 上面这个叫UIL UIL其实就是网址 它其实只有一个参数变化 就是哪一页其他都一样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 假如希望做个变化 当然第一个你可以先抓一个page 然后再把这一个数字改成变数 那这个变数范围就1到63 forI等于1到63 你就再把变数丢过来 让它去下载 那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下载全部资料的目的 OK 那至于怎么做 请各位先把刚刚这个我们的统计分析 如果按照顺序输出结果 先试试看 然后再稍微了解一下大热透的相关规则 来试试看 好 好